你的呢 我告诉你 孙明侠正在受刑 你多考虑一分钟 他就会多受一分钟的痛苦 刘先生 还是这里安静吧 你好好地想一想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傅总 我是魏吉伯 李克思杨怎么样 他还是不开口 你说怎么办 给他伤重刑 来 你怎么办 我现在怎么能休息 怎么 刘四阳还没交代 我是真弄不明白 像刘四阳这种阔少爷 也会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 共产党的魅力也太大了 对他我是用尽了脑汁 可他就是软咽不吃 楚总 您别着急 我就不信 像刘四阳这样细皮嫩肉的少爷 能硬得了多久 出不了三个月 他就得乖乖地 向你悔过自心 有这种可能 不信 你什么意思 不乘敬意 请徐处长消纳 你那我当什么人了 我现在就可以叫人把你抓起来 绝对没那个意思 请处长息怒 你可知令帝犯的是什么案子吗 略有耳闻 请指教 除非他本人愿意回过 可惜令帝的脾气 我老实告诉你 我对他寄予厚望 提出的要求也很容易做到 只要交出一个人 就可以获得两个人的自由 可他一点面子都不肯给我 你让我怎么办 家父去世太早 我又常年奔波在外 照看着一摊子生意 对小弟管教不够 还请徐处长开恩 让我跟小弟见上一面 我会尽力说服他的 他刚刚进来 按规定是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的 不过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 你先回去吧 谢谢徐处长 谢谢 慢着 把盒子带回去 不必了不必了 徐处长连结奉工令人佩服 可这东西既然拿来了 再带回去 这样吧 就请玛丽小姐代为保存一下 这怎么可以 徐处长是不会答应的 刘先生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就等着给令地收尸吧 刘四扬出来 快走 快走 走 阿修 威斯 又不要爱死了 唉呀 威斯 二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不用劝我 我不会出卖朋友的 宁死也不会 我们刘简 也不希望做个卑鄙小人对吧 又不是要你出卖朋友 写一份毁过手 写了毁过书总可以吧 毁过书 毁什么过 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 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也有过吗 当局说了 只要你写了毁过书 就可以放你 我永远不会像一个腐败无能的当局写毁过书的 子洋 不写就是死路一条 写了很快就可以出去 我送你去香港去美国 二哥 谢谢你能来看我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不会去香港 也不会去美国 到任何时候 我的信念都不会被动摇的 从今往后 不要再管我了 二哥 我让家里人操心了 请转告母亲 让她多保重 可以让她开始 谁担心 我可以做什么事 请转告母亲